外面几凍, 负三度, 加上风速 我想真的不止 现在跑凍了 车刚刚塌了, 没时间 现在要给大家看看 下雪的时候, 其实路面都几脏 一泡泥 其实雪被车硬过之后 跟路面的污漬混在一起 变成斯洛冰一泡 如果去公园看, 可以说是很漂亮的 但在马路上, 其实很混乱 今天星期二, 上次吃过的炸鸡 妈妈非常高兴 今天星期二, 她说要再吃 我刚才也去了, 做一点跟进 看看今晚吃什么 我想吃点东西, 别摘得这么紧要的东西 可能有吃粥 吃粥也好 现在, 我在 撕凉下去, 那间炸鸡 不好, 我先配了药 因为刚才牙医都给了药 先配完药 再去拍牙炸鸡 现在长雪不是很大的 湿湿碎的 因为那些小粒 小粒, 没有这么容易建立 并不是太阻碎的视线 星期二 本来, 星期二 妈妈说吃烧鸭 她一买, 就买一只 我们要分两天才吃完 而且, 加上我现在 大小姐又不吃 其实, 只剩下妈妈吃 唉 不过, 她不会吃厌 她一听到 星期二的烧鸭 减价, 她就很开心 走进去商场 这个, 航运中心 看看 没有位置, 应该有的 今天都没什么人出街 接着就进去里面的药房 那里 说要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要说 待会带来进去看 车都有一些飘移 一线而已 烧鸭档 排队 有两个人在门口 好 这个位置幸好 有个良情位 那些人排队的时候 即是不需要 站出外面 今天呢, 就没有 没有 避免的 顺便 顺便 鸭档 我再说一次 这间药房呢 就是我经常说 配药的 即是我们没有保险的人 又没有任何 避免的 这个好像挺適合我 他挺有心机 跟你解释的 虽然是讲国语 那 主长勉强 OK的 那 还有 他有些药 会告诉你 哪些可以便宜一只 或者是相等的 有得谈一下 OK 结果我呢 都是配了药的了 配了药之后呢 然后 然后 烧纳当那里 今天星期二减减 我想妈妈也是喜欢的 现在去了银湖烧纳 买 烧鸭 还有些生肠 其实这些很不健康 你不要理我 那些 就是这样的了 有时候 有时候说 那些东西健不健康 我其实呢 觉得 你限制着自己 吃什么吃什么 那 不是开心咯 有些人可能是 吃几粒 觉得很健康 长命点 我就反而喜欢 那条生命里面 觉得精彩点 觉得开心点 重要咯 即是当你已经 没有了活动能力的时候 譬如说 可能 你80岁 可能你已经 不想开车 或者反应不再开车了 那困你家里还干什么呢 再长多10年 比你90岁又怎么办 做什么好呢 又是困你家里 我不要咯 然后过去买炸鸡 那妈妈这次就肯开心了 一会儿回去吃炸鸡 晚上的东西有烧鸭 烧鸭 烧了 哪个呢 这个是拿的 对吧 有时候 人们觉得很奇怪 行车片 有什么好看 你自己没开过车吗 有云 有头云 人又行 但不是的 我觉得现在在疫情 很多人没有出街 有时候我沿途经过一些地方 拍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时候 或者说一些东西 可能你们会 分享到一些资讯 有时候自己不想起 会说那些东西 当时来说 它熬了很久 这个是华人社区 是否可以 打得到市场出来呢 附近也有Home Depot 你要和一间 扎根了很久的Home Depot 竞争 大家价钱可能很相弱 被它熬了很多年 都熬了一个成绩出来 很多华人的装修工人 都在这里买材料 这个是事实 但是 好了 几年之后 现在的pandemic 又全部都要静下来 而且这里本来 是一个Drive-thru的 拿木材 都挺好的 Drive-thru 你进去直接 选择材料 搬上车 离开的时候 在一个闸口的时候 才怎么办 你车里面有些什么 这样来计算 有些重的东西 就不用再搬多次 一次过就上车了 我都会喜欢帮顺这里 而且它做很多 那些 狗不狗有不同的优惠 你留意一下 有时 几多钱之后免税 或者买满多少 送gift card 那些 地盒一匹匹 烤肉酸 好 我现在回家 既然手上 已经有烧鸭 有生腸 有炸鸡 亦都买了药 牙医 认为我 狼口 拆牙 太厉害了 拆到那个伤口 有些发炎 它有个 有个 Terms Terms 忘记了 叫Dry Socket Dry Socket 我也不太明白 总之它说 伤口 又外露了 Dry Socket 应该很痛 亦都说 莫智慧牙 是可以痛过 直牙 直牙 直牙一直都不觉得有什么痛 但今次这个情况是真的痛的 它已经开了 继续开消炎药 还有特强的止痛药 但刚才去找它搅拌 它做了一些清洁 我觉得又舒服很多 我未必需要吃那种很强的止痛药 那还有一个分享 那 我都挺捱得痛的 所以 但可能不知道是否这几天 特别夜睡 是因为牙那里 我只是靠着 paint killer 去 度日 所以就会影响夜睡呢 我不知道 昨晚一刻 其实我没有开live 即是今早早 没有开 因为我四点钟的时候 就吃了安眠药睡觉 睡了 那个唱歌那条片 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就是玩玩而已 主张又不是专业 亦都没有学过 完全没有学过 我怕我只是一个喜欢 在这里口喉喉唱歌仔的人 跟我说声乐是浪费的 本来我都预认了YouTube 是会黄标 黄标的意思是 分出来的广告钱 是会给了创作者 那都可以 合情合理 怎知原来 总共有六个创作者 是被他找到出来的 其中包括 包括这个iPink才会赢 他就说 这儿有六个马路 她 First Syjo もう一张society 就是不放广告 但他又不禁止我播 然后还 Foster 那么阿 这个奇怪 那不要紧奋 你不让我放广告 不开放便不开放 是吧 你看他们走这些货车 显塞的便当陪酷 那些泥彰一拍 词樂冰 不放广告 她chemist 没问题的 一般Youtuber放Live 其實Live不賺錢 它比一條片少很多 它會分成兩個類型 一個是普通的Upload片 以及Live Live的分成是少很多 其實有沒有都沒有所謂 先說到這裏